没想到吧 这最后这姐弟俩竟然 真是事实无常了 是啊 事实无常 来了 牛婷 新开的那个便馆我不去了 刚接的两个案子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回头再给你们分配下来 好嘞 牛婷辛苦了 牛婷 您不使安野这么贫 会不会太辛苦了 我定了五个人的位子呢 什么 吃个面条还要预定位子 什么情况 这面条超好吃 是吧 那这样 你们先给我带一碗回来 王伯 交给你了啊 好的 那个大伙 今天晚上 太和广场青年员工活动 请勿迟到 我差点给忘了这事 你们都去吗 我不去 我去 那我也去 我叫湘莱一起去 刘月阳 你的行为非常地古怪啊 你以前可不这样 有毛腻啊 管得着吗 王法官 你晚上会去吧 包美容组织的活动 谁敢不去啊 大家都得去 说了半天就没人管我这一碗面了是吧 这些个没良心的 你好 爷爷 拉倒吧 回去回去回去 您那个面条我下次补给你 不错啊 都到齐了 可以 表扬一下啊 好 咋都没事呢 放松 放松 都没线搞工作系统呢 是不是 咱们有这个中院的 区院的 都是青年法官 一会儿都是话题 对不对 别忘了聊到高兴的时候啊 拿出自己的手机 跟对方加个微信 回去你们接着聊 那也是我包大夫人愿意看的 对不对啊 别让我替你们爸爸妈妈着急 好了 现在咱们就开聊吧 谢谢你 你看什么 来来 我问什么 刘法官 你看我跟马拉松的关系特别好 我们是好姐妹 他都叫你师兄了 那我以后可不会跟他一起叫你师兄呢 刘法官 我以后就叫你师兄吧 然后呢 之后呢 刘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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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我就挂了吗 网卡 网卡 别别别 我们不说网卡啊 我告诉你 我一会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 叫真正的 好久不见了 刚饭还挺好吃的 对 还可以 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对我特别有帮助 咱俩加个微信吧要不 好啊 好不好 好 这样的话我后续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问你 我扫你啊 行 好了 这是你啊 对对对 可以可以 我扫 行 可以看到了 好 给你 我回头把我详细的电话 发给你 行 好嘞 好 再见 拜拜 你不是说今天刘岳阳送你吗 你怎么还没走啊 他早走了 我去 这也太没风度了吧 他往哪儿走了 就往那边 走 师哥 师哥 刘岳阳 你好没礼嘛 你不是说好了 丁尼亚送小岚回去的吗 你怎么一个人就走了 你们两个不是住在一起吗 而且我看你跟那个小狗法官聊得挺好的 我以为他要送你们回去了 谁 你说谁 就是在门口留你微信的那个小狗法官 等一下 你们什么情况啊 什么什么情况 刘岳阳 我在问你为什么不送萧兰回去 你跟我提什么小狗法官啊 我为什么要送萧兰回去 我喜欢的是你 刘岳阳喜欢你啊 我不喜欢他 他 他不喜欢你 我知道 你 你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那 那你考虑考虑我吧 妈 你好丢人啊 你怎么都说这种话 丢人了吗 你好丢人啊 好丢人啊 好丢人啊 吃醋 他一定就是吃醋了 爸 吃哪门子的醋啊 我跟你说啊 这男人啊就是这样 他越是得不到的 就越是想争取 你等着看吧 小狼 你每次说起来 都是一副头头是道的样子 好像很懂男人的样子 那你怎么还是单身呢 我 我 我是小仙女 这仙女 怎么那么容易 就被人间的男人征服掉呢 对吧 不 我说你瞧我男神的事 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你 你还插我一刀 你扎心了 老铁 我真的是想打 你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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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还单身 你有的是机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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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叫什么有加油 我告诉你 我不加油 我目标多的是 我萧兰啊 才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对 你刚才加那个小狗的微信是为了什么呀 不会是想介绍给我吧 想什么呢 我跟你说 特别巧 小狗 他刚好是河东区明侍庭的法官 然后呢 他告诉我前几天他们那儿接收了一个经济纠纷的案子 是跟薛情有关的 而且他知道我们中院也在审理一个关于薛情的案子 所以他就告诉我了一件事 这大好的时光 你们就在那儿聊案子 行了 你别打岔 有三个人 联名把薛情给告了 让他还钱 什么意思 这薛情在外边欠了很多钱 原来这三个人是薛情原单位的同事 他们说薛情这个人 好胜心强 胆子大 为人激进 一心想要赚更多的钱 所以就一直沉溺于炒股之中 前两年确实挣了不少 他们心痒痒 就让薛情帮他们一起炒 赔了 赚了 所以薛情从此之后自信心爆棚 干脆就辞职在家里做了专职 不过听说后来也就赔得差不多了 就在一个多月前 薛情又找到了他们 跟他们一共借了五十万 说要投资一个大项目 一个月之内还款 利息百分之十 一个月利息百分之十 是啊 可是突然就出现了薛说意外死亡的案子 薛情就成了被告之一 再加上媒体这么一场 他们就担心自己的钱恐怕要打水漂了 所以就赶紧把薛情告上了法庭 这些人也太现实了吧 人家又没说不还就给告了 谁说不是呢 所以去法院就立刻驳回了 小狗觉得 他的这个案子可能跟我们这案子有点关系 所以就告诉我了 所以 我家人家小狗法官 是为了以后的工作 别乱想 我睡觉了 好吧 小马 怎么样 是这样 侯明杰说薛情不具有故意发案的可能性 所以呢 不要通报检察院 可是后天就要开庭了 有这么多事咱弄不清楚 心里面不踏实 那要不这样吧 我们何怡婷直接发回去 让公安他们那边补充侦察 你是不是急糊涂了 我们怎么能直接叫公安补充侦察呢 这是检察院的事儿 这不符合程序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那天咱们在看到洛迪的时候 你们还记得吗 法官 我不怕丢人 我今天我当着你们的面 我要揭穿这个女片子的真面目 洛迪 你还想不想赴婚啊 从那天洛迪的考虑系里面 她好像知道什么没有说出来 是的 法官大人 我这案子不是说都要判了吗 怎么你们又来源问题了 今天我们来呢 我们就要找你聊一聊 也不是什么 那什么呢 只是了解了解情况 如果你还有什么觉得 有必要再说呢 希望你呢不要隐瞒 咱们好好的聊聊天好不好 隐瞒 我没有觉得我有 我有什么隐瞒了 就这样 那你们问 我来答 好 2012年 在你们父亲去世之后 在她的这个遗体告别会上 薛叔是不是回来 并给你们见过了 就 怎么突然又开始问这件事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觉得 薛叔作为儿子 在父亲临死之前 怎么着也得再见一遍了 回来了 见了 怎么了 那么在那之后 那隔路多长时间 你们再见了 哎呦 差不多 三年后吧 那这三年 她都跑哪儿去了 那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她这个人不正业呢 谁知道了 那四年前在这个见面的时候 她说了什么 当时 当时 哎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回来照顾老头 就是惦记他那笔钱 让他帮你还你炒股欠的那批债 对不对 你把你的声音给我放小一点 对王正友最轻骂的尊重 薛叔 你自己多没心没肺 你心里没点儿谱嘛 老爸零死前 你回来看过姨爷吗 你照顾过一天吗 他凭什么把钱留给你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这张嘴 在老爸面前奔弄是非 所以他才左右看我不顺眼 就您这样了 用得着看你不顺眼吗 你有做过一件顺眼的事情吗 我问你 这个家让你败成了什么样 你心里没点儿输吗 你要是真的想要钱的话 对不起还真让你失望了 咱老爹 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就那一套房子 那你要卖房 一人一半 刚好 我 我恨我生死你 我一人一半 我卖房 我告诉你 薛叔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我薛琴 我住到死 我都不可能给你 薛琴 从古至今 老子的东西 从来都是给儿子 你凭哪份 你给我记着 你偷了我的东西 这事儿 没完 你就等着看 接下来你和薛叔的关系怎么样呢 没关系了 不来往了 一点来往都没有了 一点联系都没有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 都没有联系了 那听你的意思 后来又再见过吧 一年前的亲民 爸 爸 姐 姐 三年了 别吓起我臭吧 你想说什么 姐啊 这么长时间 今天 我想清楚了 原来真是我不懂事啊 我 没照顾爸我还怪你 其实要不是你 爸那段时间真是没法过 你照顾爹那么久 这这 那套房子就应该是你的 真的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姐 咱学家 没别人了 咱学家救你 爸也走了 我 我自己 我 姐 你得原谅我 你这儿得原谅我 爸 你得让姐原谅我 爸 姐 你得原谅我 对不起 姐 爸 爸 你回来了 你 薛叔和你重归于好 你当时心里肯定很开心 我在这个世界上 就我自己 你说我这么个弟弟 突然回来了 一天陪我吃 陪我喝 没事跟我结结闷 肯定高兴 我那么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们俩关系 就恢复得就跟小时候一样亲密了 你当时肯定没发现 他在欺骗你啊 欺骗我 他不是给你介绍了一个理财经理 还让你买了一份理财产品吗 那件事啊 学琴 如果我们不知道 就不会来 既然来了 就是要了解真相 你就别隐瞒了 你说出来 我们才能帮到你 才能让你解脱 我挺真诚的呀 就是那个理财经理的事吗 他介绍了一个 我见了 我怎么了 他给你介绍的那个 理财经理 什么时间 半年前 半年前 基本就是这样 收益很高 风险相对而言较低 实话实说 要不是因为你是阿淑的姐姐 我这最后的额度 是肯定不会留给你的 哦 那些谢谢您啊 不好意思就是 我就是还想再确定一下 这个真的没有风险吗 秦姐 你也是玩股票的 什么大风大浪你没见过 有什么投资是绝对保险的 你给我介绍一个 有吗 是啊姐 这世上任何事它都有风险 但我觉得 这个险呢 那这个项目需要多少钱啊 两百万 你有这么多钱吗 就没有嘛 我不就想到我那套房子了吗 我就想着我先挪一挪 那我要是万一赚钱了 我不还能换一套大的吗 所以 你找到了王碧瑶 我找王碧瑶是为了卖房子 当时是什么情况 这样说啊 这王碧瑶这人啊 还真挺好 我一说我有困难 人第二天就给我回应了 说他正好就要买一套房子 能一百五十万呢 把我那套房子给买了 你们说 多巧啊 确实挺巧 就算是王碧瑶 愿意买你的房子 可是理财经理那儿 却需要两百万 你还差五十万 从哪儿来呢 接着借呗 现在人不都想发财吗 我就回去跟同事说了一下 我说我有一个好路子 能发财 大家都把钱给我拿出来了 对 我跟王碧瑶我俩是说好的 那房子我能先住着的 我付租金就可以了呀 钱凑够以后吗 又不就说 潘心没好下场不是 钱这凑好了我就 一股脑给骗子全打过去了 就你俩说的理财经理 钱没赚上了 不是 您和我现在做这儿样子 我像赚着钱了吗 那个人就是骗子 把我什么都骗了 我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啊 什么时候发现你被骗了 不想说的我也得 我也都说了 我就把这儿破事 我都告诉你们吧 差不多 一个月前 叙叔 嗯 你别看了 怎么了 这钱应该昨天就到账了吧 我是怎么打电话 一直在通话中 我怎么就联系不上呢 姐 你放心吧 站在人家接了个大单 我都联系不上 忙着呢人家 什么 你都联系不上他 会不会是骗子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怎么会这么想人家 姐 你放心吧 怎么会联系不上 阿杰 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弟弟跟我老婆 早就串通好了 你被骗了 他们早就算起好了 那天我在厕所里 我一动就不敢动 我听得直直起起的 关键他们还笑着说 说说说说 就算你知道了 到底都没有用 他说你这个买房卖房的协议 是你自愿签的 没有人逼迫你 没事吧 阿杰 知道了 知道了 冷静 冷静 学书 嗯 我再问一次 你那个朋友 是骗子吗 姐 我跟你说了N多遍了 我不知道 更何换我跟他又不熟 不熟 之前 不是说在广东就认识了吗 不是说 是很好的兄弟吗 你什么意思啊 嗯 嗯 你怀疑我呗 是吗 我就是 想要回我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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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钱又不在我这儿 你跟我要什么呀 你太莫名其妙了吧 走了 啊 亲弟弟啊 这个世界上 唯一跟我流着相同血的人呢 亲弟弟啊 够亲吧 他居然穿通外人了 他居然穿通外人跑给骗了 他死了 他死了 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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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姐 你先评估一下你的情绪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一直到洛迪跟你说了这些 你才突然知道 原来薛叔和王碧瑶是情人关系 藏多深啊 楼上楼下 我眼皮子底下 我乐是没发现 我挺服的 这点我挺服的 所以你非常相信 洛迪跟你说的话 并且认定了他们两个一定是合计划来算计你的是吧 不然呢 不是道理咱想不明白呢 前一到手 王碧瑶出尔反尔就要把我从房子里赶出来 我能搬吗 这房子 是我爸爸留给我最后唯一的东西 我能办吗 不可能 这就对于啥了 所以才有了后来 王碧瑶去法院上诉你的事 那么当时的你 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既被人骗了感情又被人骗了钱 甚至可以说是马上就要留了街头了吧 流浪狗见过 我弟弟 就是 想把我逼成流浪狗 你想过 杀死学术吗 没有 好 小剑 这个是我们请公安调取的 在你电脑上的上网历史记录 发现你在案发前不久 一直在搜索一桩 四个月前发生在深圳市的菜刀杀人事件 那个 是我五一天看到的 这篇新闻报道的 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说某男子啊 经过深圳的一顿高档工日 突然 从天而降的一把菜刀 正好砍到了他的京东的L4 后来公安并没有找到这个菜刀的主人 所以就定性成为了意外 你知道吧 这事你们也知道吧 这不网上都流传开的事大家都知道吧 是啊 他的意思呢 是想问一问啊 你有没有从这个新闻当中受到启发 也想一把菜刀啊能掉下来 正好呢能砍死一个人 还不受什么追责 想模仿他的这个心理啊 这个想法有没有 笑什么 我笑啊 就是我杀人 我杀这两个人你说我杀谁 我肯定杀王碧瑶啊 不学生的那是我弟弟啊 我从小看着他光屁股长大 他什么货色我不知道 他有那智商 那脑子 王碧瑶是坏 王碧瑶 我就认准肯定是王碧瑶 他四诱了我弟弟 那傻货相信了呀 就听了他的了 肯定是这样 我 我就觉得是这样的 你们俩说的那个网上的那个事 我当时就是好奇 我就把它就随便那么放在收藏夹里了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还有就是我就想要是有一天 我要是想杀人的话 我觉得那方法 我觉得不不太现实 那怎么能在楼上 你也不知道下边是什么 什么人什么的刀下去 什么就能把人给杀死 我觉得就我这智商 我听起来都像动画片 不是二位法官大人 你们都是这聪明人 你们能用这方法杀人吗 好 我接着问啊 那么案发当天你 是不是给薛叔打电话 邀请他来吃饭了 是啊 那他当时一口答应了吗 答应了 你打完电话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我就去准备烧排骨了呀 你为什么要戴着那个橡胶手套 来切排骨啊 怕血腥味 那个菜刀什么时候买的 三天前 手套呢 一起买到 为什么在 出事那三天前买的这些东西 而不是一直都有的 家里都用完了 我就买新的呀 根据你在公安做的笔录啊 你说你跟我们的法院工作人员 起了争执 从门外 吵到窗边 又从窗边吵到了客厅中央 然后你对着窗口 一下子就把菜刀扔出去了 我跟你说 我太生气了 就这么个房子的事 上门催了我几次了 我真生气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不对 但我真 我真生气了 可是你这些行为 看上去好像是其他的目的呀 你们干啥呀 身手 被别人看一看呀 那个区法院的人 就是来欺负我 我这个行动上百姓了 你们看看他们 谁欺负你了 薛青 我告诉你啊 千万别乱来 别酿成大错了 我 我 我就乱来了 怎么了 快点过去 过来 快点过去 我 你们 你 报警了是吧 行嘞 咱们今天 咱们谁都不要过来 过去 来来来 来来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大姐 我这电话都没不如去外面 肯定是救护车跟小王山的生意 你别接动 千万别接动啊 没打 你 你别过来电头 去死吧你 我当时是站在窗边了 我站在窗边的时候 我没有往下看 我不知道薛叔 就那个时候能来 正好还站在我那楼下边 那谁能算那么准 我也不是个算命的 那真不知道 我是跟法官一起冲突了 那我真生气啊 可是我 我生气我得吓唬他们吧 那我正好就手里 我就那么东西 我就吓唬了呗 你如果是想吓唬这两个法官的话 他们俩在窗边 你离他们很近 你完全可以吓唬他们 后来呢 你调到了客厅中央 这样距离远了 你觉得 能吓唬住他们吗 不是 我 我 我有点没太听明白 就是我可能有点 那个笨 就是啥意思呢 你说的什么 进来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啊 你呢 调到了客厅中间 分开了他们俩的距离 这个时候啊 你正好有一个角度 能把菜刀啊 扔到船上 不是 我怎么角度 怎么 我 我不明白你们是啥意思 你看出来 我把他为啥抛那么高了吗 我不想砸中人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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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着问 接着问啊 案发当时 你为什么突然请薛叔来吃饭 因为之前不是因为理财产品的事 你们两个 闹得关系特别不好 甚至说是断绝来往了 你想想 我那么多钱让人骗了 骗子就他认识他能联系上 那我不得想办法先把他弄回家 我得好好跟他说把钱给我要回来呀 那家里边不说话方便吗 既然你们已经翻脸了 他再来这不是吵你吵架吗 自讨没趣 他应该不来 他总不会是真为了吃那个糖醋排骨来的吧 他真的就是喜欢吃排骨呀 不过你说他为什么能答应能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是真心的 想让你这个弟弟来吃排骨吗 不然呢 法官大人 你们觉得 我把我跟薛叔这点破事 我告诉你们 是干吗呢 为什么 我上网 我懂得了吧 我知道 你们就是想说 我杀死了薛叔 这整个一个计划 就是我的复仇方案 是吗 不是吗 我跟薛叔是弟弟 薛叔做了错事 薛叔也是弟弟 你们这样认为我 你们有证据吗 如果你们没有证据的话 我刚才跟你们说的一切 就是我跟我弟弟之间的一些私人过节 什么也证据不了 怎么样 难得看见 变控双方 这么高度的和谐 他们不同意变更罪名 因为证据不足 被告人薛琴 过失致人死亡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被告人薛琴犯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被告人薛琴犯过失致人死亡罪 被告人薛琴犯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大家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 我们倒数三二一 准备 结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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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公司新开业是主打一些什么类似的游戏 我们现在公司主要是主打的是射击类游戏 那么你们公司的规模现在是有多大呢 我们公司现在规模只有三十到五十人 但是我们坚信 我们这个公司未来会突破一千人 甚至一万人 我们力求做中国最好的游戏公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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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奈琴 你别哭了 你这小孩受了伤子 你这稍微轻点 没事 放心 看到过来那么有出息 你放心了吧 我一直都很放心 只是担心而已 今天摊卖的地块 这一块儿 位于齐州市经济开发区 著名的采云山景区旁边 区位优势明显 基础建设完善 投资潜力巨大 市场虔诚看好 而且我们本次的起拍价格是7.6亿元 非常超值 在座的各位做好准备了吗 现在可以进行喊价 十四号 十四号 旗舰公司7.6亿 底气十足啊 还有没有加价的 还有高于7.6亿的吗 九号 大公集团7.7亿 还有没有加价 还有高于7.7亿的吗 大公集团7.7亿第一次 大公集团第二次 大公集团第三次 成交 这里是北城一级 这里是北城二级 区指挥长最终画给我们的北城三级规划用地 是在这里 一山傍水 条件优越 非常好啊 只是有点遗憾 怎么说啊 这一块夹在二三七之间 刚好占据了海景的最佳位置 破坏了二三七的整体性 如果这一块也能画给我们北城三七的话 是玄址打造三七楼王的最佳地 哦 最好的位置 哎 苏翰 这没跟屈怀人提过吗 这块地的问题 嗯 这块地是属于 省里首家上市公司 彩云集团开发的彩云山庄 彩云集团是省里重点的扶持企业 彩云山庄呢又是齐州的金牌项目 所以不太好办 而且彩云山庄建筑工程中 我们大公集团下属的基建公司 也承拔了不少的项目 所以他应该算是我们的甲方 嗯 拿不到手太可惜了 哎 张工 哎 那就先这样 好吧 哎 好了 辛苦 这个位置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除了这个位置 其他的那些位置 农用地 还有工业用地的变更 不会还有问题吧 其他的审批都通过了 全靠林阿姨 前后给区指挥长 打了两次的电话 费了不少的心 三期的土地招拍挂后 北城改造指挥部 还批了两项优惠的政策 给了我们大公集团 哎呀 幸好有我这个好的林阿姨呀 对了 彩云山庄站的那块地呀 我一定要拿到手 他老板是谁 姓龙 叫龙国号 找他 去住啊 请 去住啊 请 去住啊 您看 这就是彩云山庄 由于彩云集团是个新的招牌啊 给我热情一直不减 已经卖到第四期了 这不 上个月推出的彩云6号 刚一开盘 就已经出现了一方南球的购房热潮 这都是旧城改造的好势头啊 行事喜人哪 咱们在这边 你看 这一片是划给北城三期的土地 但是其中有一块是彩云山庄的 已经闲着了六七年 你看咱们指挥部 要不要出面回收一下 像彩云集团 这种大企业 那是市里和区里烧高厢 都要请进来 哪能说回收不回收的话 政府要有耐心 要给予大企业热情的支持 明白了 来 苏总 曲总指挥 大家光临 欢迎欢迎 好 来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彩云集团的龙总 这位是大公集团的苏总 龙总 久仰大名